拜登公開支持副總統賀錦麗 也讓民主黨線上捐款暴增 短短幾個小時 就募得超過五千萬美元 創下二零二零年大選以來 單日最高募款金額 現年五十九歲的賀錦麗 是從法界出身 也是美國史上第一位女性 與雅非裔副總統 如果下個月順利在芝加哥 黨代表大會獲得一千 九百七十六名代表支持 將會寫下新的歷史記錄 總統拜登宣布放棄競選連任 並表態支持副首賀錦麗 成為民主黨二零二四的總統候選人 賀錦麗透過聲明 稱拜登的決定是無私和愛國的行為 他會努力爭取並贏得這項提名 全力團結民主黨和美國 打敗川普及其極右派的二零二五計畫 並向支持者喊話 我們還有一百零七天 我們一起戰鬥 也會一起贏得勝利 儘管這是自一九六八年來 民主黨的首場開放式全國黨代表大會 但前總統克林頓與前國務卿希拉瑞為首 多位重量級的民主黨人 以及五十州的民主黨黨部主席紛紛公開力挺賀錦麗參選 民主黨的線上募款網站二十一號晚間從原本的每小時平均不到二十萬美元 變成潛如潮水般湧入 募得超過五千萬美元 創下二零二零大選以來 民主黨擔任最高募款金額 更是募款網站史上擔任第三高的新紀錄 出身民主黨世家 這次托黨以獨立候選人身份 殘選的小蘿蔔甘乃迪 出身於加州奧克蘭現年五十九歲的賀錦麗 父親來自雅邁加母親來自印度 畢業於霍華德大學和加州大學舊金山法學院 是加州第一位非裔地區檢察官 第一位非裔的州檢察長 二零一六年成功選上聯邦參議員 二零二零六成為美國史上第一位女性和亞非裔副總統 但外界認為過去四年 她的表現並不出色 像是她最早被指派負責處理美墨邊界的非法移民問題 一連串失誤與錯誤陳述遭來了批評 而這負面印象甚至還延續到後來的墮胎 採權議題處理 美國有限定日新聞網CNN日前針對六家民調 結果進行平均計算 賀錦麗支持度為百分之四十七 川普則是百分之四十八 雙方並無顯著差異 而川普則是自稱打敗賀錦麗比打敗拜登更簡單 美國媒體則戲稱這場大選是檢察官與眾刑犯 之間的對決 公視新聞網紅編譯